我哥这个人吧 他容易害羞 晚清娘子 吃茶 是了 郎君是谦谦君子 晚清的来意 方才也已开门见山 不知道郎君意下如何 会不会嫌弃晚清 一介封尘 郎君心中若有半分不愿 一定要开口相告 怎么可能嫌弃呢 娘子 不瞒你说 在你来之前 我跟我哥也正在商量 要向你提亲的事 没想到娘子竟然先来一步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哥 你等我干嘛 刚才不是你说 要用什么十里红装 八台大叫 迎娶晚清娘子过门 来做我阿嫂的吗 现在阿嫂来了 你怎么反倒害羞起来了 晚清娘子 你看你看 我哥脸 她羞得多红 晚清原本只是想一宿中朝 哪怕为得郎君垂青 也不留遗憾了 原来 不光是晚清有意 郎君也有心 我十余年来所攒积蓄 都已用来赎身 这速捐三匹 虽不值银钱 却是我自从梦见郎君以来 妩媚私服 亲手所知 便是我的下装了 顽素如雪 晚清 虽身在封尘 不坠高洁之至 望郎君收下 这是晚清的生辰八字 虽没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礼数却是不能少的 郎君 哥 快戒啊 我来戒吧 这个生辰八字 应该是互相交换才是 我今日贸然前行 郎君还没有写好 是我思虑不周了 明晚 我会在湖心泛州赏月 郎君若是写好了 便前来与我博音几倍 我会在澳大学 我让你别说话 你还真的一句都不说 你倒还挺配合 又瞪我 刚才是谁气势汹汹地说 要让婉亲娘子死心的 怎么人家一来你就不说话了 半推半旧 恐是心非 还说我想家 我看你也挺想娶的嘛 感谢观看